不就处决了几个 谭赞王法的官员吗 你不必放在心上 平身吧 皇上 奴才有罪 你何罪之友啊 奴才 罪该万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东昌之父刘雍不复圣恩 查办山东部政史张海坤 贪赃王法一案有功 现官赴原职 任督察院佐都御史 即刻回京 倾此 臣刘雍领旨谢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前公公辛苦啊 辛苦倒不怕 就怕心寒哪 前公公 您何处此言哪 刘大人 您这是明知故问哪 没明知故问啊 这怎么着了让您心寒 怎么着啊 我提醒您一下 您您您 山东至宝 山东至 您是指我送给您那件宝贝 刘大人 好记性啊 想起来了 那这这怎么了就让您心寒 这不应该呀这个 是啊 是不应该心寒呀 您那宝贝啊热乎着呢 您瞧您把话说明白了 是什么热乎着的韩子 行了行了 刘大人啊 您就别装糊涂了 圣旨我已经送到了 我还该回去了 山不转水转 京城见 请我留步 您把话说清楚了 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你说我花这么大价钱 给您买一宝贝 结果弄得您这还冷得热了的 这这这怎么大的事啊这是 刘大人 你这样有劲吗 更糊涂了什么有劲没劲呢 这是 老爷 都是我的错 怎么了 您上次不是让我把您的质保 拿过来之后送给钱公公吗 啊 结果我给拿错了 你给拿成什么了你 贾明居然拿错了 喝你个被捕点心 你怎么办的事啊 难怪人钱公公生气啊 你这 请了把刀给我 我必须卡在这库上 我这说 哎哎哎哎 骂谁呢 这这这库上啊 哎 卧瑜说我呢 不不不不 哪儿 起赶起赶 钱公公 您千万消消气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去 赶紧上二堂 把那件宝贝再摆上 快着 哎哎哎哎 钱公公 您消消气 二堂喝口茶 还有样东西给您看看 请 有样东西不少啊 哈哈哈哈 公公请 千公公请多 您上演 刘大人呀 你们家装宝贝的 都这一个巷子呀 要不他怎么弄错了呢 您看 前姑母 这可是费了好大劲找来的 我要是把此珠的来历告诉您 您能跟我抢 那您倒是说说呀 这颗珠子乃是壮阳之物 专制不韵之政 吃了它 想生姑娘生姑娘 想生小子生小子 刘大人 这话你可说过了呀 前空官 您误会了 这不是给您用的 我是让您回京 拿着这个珠子去换钱的 您想啊 我匆匆忙忙来到山东当这钦差 后来被贬当这知府 我哪儿弄钱去呀 我是说您拿着这珠子回到京城 至少上千两 刘大人 您可别骗我呀 我怎么能骗您呢 这个还是要能碰见了认出来的主 弄个万二八千的 不心想 万二八千的 谁信哪 何深信哪 前公公 您听我的 您回到京城 把这东西送到何深府 您就说是我送给您的 他不给您一万银子 我五雷五零 要不得 刘大人 这可严重了 你我同朝为官 我不信你 还能信谁呀 行意我领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哎呀 前公公 话还没说完呢 什么呀 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 继续在东昌府 做我的武座呗 你呢 金普头 我准备离开衙门 离开衙门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了 比做捕头更重要的事情 照顾大姐 我不想她再因为我 担惊受怕了 这样也挺好的 总之都是你做出来的选择 金普头 金普头 我正找您的 魏主事什么事 只是 寻房 主事和 同志大人的家书 还有这五封主 主事的信件 这什么意思 这齐房家书如出一辙 都是报丧的 都是报丧的 就是说这六封主事和通知大人 一块回家订优去了 这么巧 还有比这更小的呢 您看看 这几封信 除了名字不一样 剩下的都一样 还真一样 可是这些官员回乡订优 得由你们立房的人批准才行啊 你们早干嘛来着 哎呀 富途大人 我前些日子 不是在家养病吗 今儿刚来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问手下 他们说知府大人知道 这么明显的漏洞 知府大人不可能看不出来 这不 我就过来问问大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这全走了 咱东城的衙门可就空了 江公公 这次这傅国泰到了京城 怎么个情形啊 这傅国泰啊 可是被皇上给骂惨了 皇上为什么骂他呀 还不是半岛上 那几个贪赃王法的狗奴才 被他给弄死了 就为这个 不止这些呢 还有呢 什么事 刘大人 我跟您说呀 这傅国泰啊 拉结朝臣 因私务结党 那皇上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自己招的呗 这老小子啊 静着呢 一看苗头不对啊 没等皇上开口 自己全招了 这傅国泰也是啊 哎呀 人家是国舅嘛 不看僧面看佛面 皇上原谅他了 让他把同党给写出来 这不没赶回来复命吗 真是 皇上还是宅心仁厚啊 这也算是国之姓氏啊 大人 大人 请不通 说吧 说吧 有什么事 说 是这么回事 听立房的人说 同志大人达哈苏 还有七房的主事 全都回家盯悠了 都一块回去盯悠去了 这 那东厂府不空了吗 是空了 没人了 谁批准的这个 你说这都什么人呢 这都是啊 你 这 这不就没人了吗 您看看 您看看 这都一个个 灌成什么样了这是 是啊 大人 这太过分了 没有说一起说好了 回家定优的 这事您得管啊 算了 算了 你这会儿追究责任 找谁啊 行了 愿意定优 定优就 江公公 那这样 您呢 先回到京城 替我跟皇上说一声 就说这东厂府 啊 现在已然是空了 我这一时半会儿 还真回不去 我还得再待一段 一直等到朝廷 派来新任之府 我再回京复命 这是谁闹的 那我就不等您了 咱回京见 得 江公公 您看好 有了啊 请 请 请 藏海坤这个案子呀 貌似是结了 其实一点破夺 你比如说 其他的赃款赃物呢 哪儿去了 还有 谭川身上发现的那个名单 说明他们网络了一大批江阳大盗 组成这么一个杀手组织 除了排除异己 其他目的是什么 大人 您留下来就是为了彻查这些事情 这还少啊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卑职是想说 你那意思是说 乡干人犯都死了 现在死无对证 是 没事 早铺垫好了 要不然 我明知道藏海坤路上得死 我还让傅国泰押送他呀 我明知道要出事 我还暗示他 给他提个醒啊 何之大人您做这些 是为了得到傅国泰的信任 对呀 只有这样 他才能踏踏实实地回京 我才能安安生生地查 这个杀手组织不是吧 这个杀手组织 和巡抚大人复国太有关 不是有关 简直就是直接关系 你想啊 派来的杀手 为什么是谭川跟荣城二龙啊 其他杀手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只有他们俩呀 为什么呀 因为这几个人已经暴露了 换句话说吧 他就是来送死的 那大人 咱们接下来如何查办这个案子 没有不透风的枪 慢慢来 慢慢来 可是这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朝廷马上就要派新任治府来了 大人您不就得回京复命了吗 这是好事啊 咱们离开东昌府不就完了吗 你想啊 就算皇上一到圣旨传来 他传旨那人找不着我了 他能怎么着呀 咱们还舒服了 省得让复国太一直牵着鼻子走 大人高明 那这事夫人知道吗 不知道啊 我也觉着吧 怎么跟夫人说呢 老爷 我都听到了 我支持你 多谢夫人成全 夫人 夫人 我还正想跟你啊 贺师尉 怎么了 秋姑娘 我想问你点事 有悄悄话这是 秋姑娘 梦南姑娘 哥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大牢都快翻天了 怎么回事 还是那几个到期开放的犯人 该放就放了吧 你 你可以走了 张兄弟 狗大哥 我叫镇神虎 虎大哥 我姓马 大哥 兄弟啊 感谢你这些天啊 不厌其烦地跟我磨叽 我答应你 一定改掉我粗鲁的毛病 好吧 大哥 我也感谢你这段时间 不厌其烦的拳脚 我出去以后 一定改掉自己 多嘴的习惯 多动手 手出话 那个大哥 我就先在外面等你 不用等我 我从凉了 想要我的命的人太多 不敢出去了 你还走不走 走走走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挺好个人 醉太贱 孟南姑娘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什么十三衙门 不过我不知道 我向我们京城的同行打听 他们也都不知道 一听 都说改成内务府了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那就当我没问过 孟南姑娘 何事呗 你的职责都完成了吗 那你什么时候回京啊 我的职责 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格格呀 那格格在这儿 我肯定也走不了呀 哦 就这一个啊 就这一个啊 哎 孟南姑娘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我听说什么了 就是关于我的职责啊 你不是刚才都自己说了吗 你的职责就是保护格格 哎 孟南姑娘 其实我的职责 还有一个 就是暗中保护刘大人 顺便帮他寻找一些办案的证据 你帮大人 嗯 那怎么个招法啊 就是搜寻啊 到处搜寻 哦 贺侍卫 你要坦诚你就坦诚到底 别说这么多没用 哎 孟南姑娘 哎 好 既然你坦诚地问我了 我也就坦诚地告诉你 其实我的身份 不仅仅是三品带刀侍卫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啊 我是皇上身边的密探 你 你别笑了 哎 孟南姑娘 我说的是真的 真的 我信了 我真信了 真信了 哎 孟南姑娘 我没有骗你 孟南姑娘 怎么不信哪 我要是撒谎 我听他五雷轰啊 怎么了这是 这有什么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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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冤啊 怎么了 说 有什么冤情 人头 人头 大人 衙门口有人报案 说在郊外发现了一颗人头 我本来在那名宅院门下避雨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窜出来一个男的 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 弄到我全身都是你 结果他起来之后 也没有道歉 就匆匆走了 我气不过 就追上去找他理论 结果我们到了一个山坡的小路上 他就不见了 突然有一个人 从山坡底下抓住了我的腿 我吓坏了 就跟他一起滚了下去 结果一下子又把我撞晕了 醒来之后 我就发现了这颗人头 怎么样 陆南 回禀大人 这句女尸头颅 死亡时间在两天以上 而且是在死亡之后 割下的头颅 知道具体死因吗 现在还不知道 需要找到尸身之后才能确定 大人 张秀才所说的那户人家 我去了 和他之前提到的 有些不服 哪些不服 他说他那晚追着一个男的 跑出来了 但是据我的了解 那户人家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并无难盯 那村离这儿多远啊 大约五里路 五里 就因为撞了一下 你追了人家五里 我是说你轴好呢 还是说你降好呢 行吧 先把他押下去 咱们到村里看一眼 是 走 你跑什么呀你 你哭哭哭就知道哭 眼泪能买来米吗 我真的 别说了 这事不能由你 你呀 就死了这条心 有人吗 回去 谁呀 你们是谁呀 别动哪儿 早别动 乖乖乖乖 你们这干嘛呢 你们这干嘛呢 不是 不对呀 应该是有个女儿相依为命吧 这 没救了 没救了 走走走走 师父 别走啊 把话说清楚 怎么就没救了 这位大嫂 作孽呀 作孽呀 不是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哪 不瞒大嫂说 一人东昌府神算 留瞎子的便是 瞎 有时候看得见 有时候看不见 正所谓 眼盲心则明 心盲眼则亮嘛 那你现在是瞎呀 还是明呀 明着呢 现在明着呢 大嫂 不日之内 府上定有雪光之灾 要出人命啊 人命 什么人命啊 敢问大嫂 三日之内 您家里可有喜事啊 的确有 我闺女明日就要出嫁了 嫁给什么人呢 邻村的张铁嫁 您女儿不愿意嫁 是啊 这我也是为了她 张铁嫁啊 是个瞎 忙 他和你不一样 他一直忙 而且啊 他之前还死过一个老婆 所以我女儿啊 不愿意嫁过去 可是您又收了人家聘礼 不愿意退 对不对啊 的确是 这张铁嫁啊 他虽然忙 但是这人有钱哪 你说谁不想把女儿 嫁给一个好人家呢 大嫂话不是这么说呀 女儿嫁嫁人 还是要嫁个好人家 跟钱多钱少没关系 大嫂 我 大嫂啊 敢问大嫂 你女儿是不是还逃走过呀 这 这你也算出来了 的确是逃了 我呀一眼没看住这个臭丫头 逃走的时候 身上还穿着一身男装 对不对 是 是她爹生前的 她呀一个人出去害怕 就扮成了一个男装 那她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呢 女儿家呀 胆子小 跑出去害怕 自然她就回来了呗 可不是这么简单大嫂 你女儿之所以回来 是因为后边有东西追她 对对对 她昨晚上跟我说了 一个大头鬼在后面追她 堆上了 全堆上了 对 什么堆上了 大嫂不瞒您说呀 后边追她那大头鬼 那就是张铁匠前妻的盲魂哪 她不愿意张铁匠续嫌 如果这样下去 不仅你的女儿性命难保 那个阴魂极有可能 还来报复您哪 是真是假呀 那我该怎么办呢 大嫂啊 为君之法呀 还是让您的女儿 找一个可心的人 好人家嫁吗 方得圆满 那我都收人家彩礼了 大嫂 钱和命 您自己选 就说到这儿 就说到这儿 走走走走 大师 大师 大师留步啊 大师 这下该怎么办呢 老杨 你就这样把她的嫌疑给拍出来 那不拍出还能怎么着呀 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草率什么 你看那鬼妮那个样 那就不对 哦 确实是啊 老爷你看着这次行 你断案子嘛 就是信息 竹丝马迹中发现问题 都跟你似的 平时促之大业 你能看出什么呀 老爷这个我知道 俗话说 宁禅一所妙 不回一装毁 大师 你把人家的毁影给毁了 什么叫把毁影给毁了 人家那个贵女能愿意吗 你比如说 你把孟男姑娘 你嫁给个下子 是个铁匠 还是续玄 她能愿意吗 那肯定不愿意啊 那肯定不愿意啊 是的呀 老爷 你要是那个下子 要是那个铁匠 她肯定愿意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不管你说的到底 难道是老爷错了 老爷没错没错没错 说什么没错 快走走 干什么 这傻小人 快走 走快点 快点 这位小哥 跟您打听一下 你们着急忙慌的 这是干什么去 去程江树莲挖石山 石山 没听说咱董场服务 还差尸体人生 是石山 那就是 就是没有脑袋的尸体 你们那个 行了 您就别耽误我了 去城里看告示去吧 走 好吧 好吧好吧 告示 什么告示 不知道 走 这是谁的主意啊 我的主意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是说 好啊 夫人 好主意 夫人用悬赏这个办法 可以让老百姓跟着一块招 同时呢 可以震慑不法之徒 坚定本府破案的决心 一举多度 好 这么有用呢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着 能早就找到尸身了 好让梦南姑娘 能查出死因来 对吧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你看这个我也没想到 又多一得 好 行 那 那你们俩先聊着吧 我 我出去看看啊 老药 找到尸身了 大人 这几具尸体 都是百姓们找到的 这几具尸体 真不老少啊 咱们哪凑那么多人头去啊 怎么样 梦南姑娘 大人 这第一具尸体 只剩下了尸骨 第二具尸体 死亡时间至少两个月以上 第三具尸体 是个男性 第四具尸体是老人 这第五具尸体 性别 年龄 死亡时间都很吻合 可是我仔细对比了一下头颅 还是不匹配 秦布头 送尸人的性命 都记录在册了吧 已经记录了 就是他们几个 你们把尸首送来的 是啊 是啊 好 既然送来了 就得审 Native 葛春 把他们都带回府衙 挨个儿审一位 这个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几个 把他们带走 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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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快点 你尸啊 行 可累死我了 老爷 今天累业是支了 直说嘛呀 谁来一天的案子 摸一个正主 怎么没有正主啊 四个瓦分卷木的 两个一家乱整的 还有一个没钱下葬的 这不是都查出来了吗 老爷要查的是人一头 还见识 我差点把这个给忘了 老爷 要不请咱们明天 继续掌铁宣传告示 我就不信你 你就不信你是个猪头 去 打西郊水去 来 夫人 夫人给孟南姑娘走了 退趟那会儿 翠仙啊 您说他们俩 怎么突然豪得跟一个人一样 这是怎么来这是 老爷 这个我只可问吧 他们一劫进来了 你还是打西郊水去吧 好嘞 这个黑子呀 永远说不到底上啊 老爷 不见了 好嘞 让我再来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这本海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不是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有人到时 对 就是奔着那人头去的 贺侍卫已经跟上去了 贺子锋跟上去有什么用啊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主 秦捕头也去了 我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他 那还差不多 赶紧把这案子结了吧 结了之后咱们好离开东厂府 不然的话 等新任知府一来 皇上就会召我回京了 对了 夫人哪儿去了 在大姐那儿 哪儿 就是编板楼的老板娘 上那儿干吗去了 说是我们三姐妹好好聊一聊 行 辛苦辛苦 去吧去吧去吧 好嘞大人 那我过去了 去吧去吧去 这都过了多久了 快一个时辰了 这老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不会从后门跑了吧 不能 不能 如果从后门跑了 不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说 一个老头 要人头干嘛呢 这么大的事你问我啊 我要是知道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我得知道 别动 危险 不是 他是一个连武功都不会的老头 有什么危险的 你怎么知道屋里就他一个人啊 走 走 走了 这自从谭川死了之后啊 秦朗就一直有意躲着我 大姐 我想 可能是因为我们回来之后 府衙的事特别多 他可能还没倒开功夫 你啊 就会替他说话 这衙门离比马楼那么近 他要是想看大姐 怎么会没有时间呢 我觉得 秦大哥可能还是自己心里 过不去那道坎儿 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他的那道坎儿 要是那么轻易就过去了 就不用等这么多年了 依我说啊 他就是个鱼目脑袋 我得找个机会 敲打敲打 妹妹啊 你知道这感情的事 是外人插不上手的 我和他的事 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 你就别担心了 行了 今天不说这个 咱们喝酒啊 来 干杯 干杯 可大姐我跟你说 其实这男人都一样 老爷有时候就跟秦朗一样 也是个鱼目脑袋 我觉得老爷很懂风情啊 他呀 他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我也一直觉得 挺对不住他的 你说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年 妹妹 这事着什么急呀 你只要把身体养好了 孩子啊 是迟早的事 是吧 三妹 对 真的是迟早的事 行了 今天咱们不说那些 不开心的事啊 今天我们就是 吃好 喝好 来 再干一杯 来 干 来 干杯 去吧 成亲 是怎么可能哪 这个 可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哦 对了 应该叫做配阴婚 就一个人头怎么配阴婚啊 他就缺一个人头 那他那有尸身 据他说啊 他这尸身是别的地方买的 把这人头偷回去 再缝到那个尸体上 行行行 甭说了 甭说了 不是 他一个头一个身子 这 这 这能接得到一块去吗 这个 巧了 严丝合缝 叫孟男姑娘准备验尸 是 瞧 来 这姑娘真是可惜了 年纪轻轻 长得又漂亮儿 却落到个伸手一触子下场儿 这是哪个挨钱刀子干的 就是啊 这也太缺德了 我干 peninsula 这种事儿 现在这个市場没篇说 太缺了 是 是 大叔 这个上面写的什么呀 臭药犯 写的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人 好像是我姐姐 你姐姐 你是不是饿晕了 你看看上面画家 再瞅瞅你自己 哪吒向你姐姐了 快点滚 小娇花子 干什么你了 走开 小孩儿子 怎么回事 这不是什么事啊 你说这画像上的人 你认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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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 这 是 还是 发生 嗯 我姐姐脸上也有一颗痣 哦对了 她胳膊上还有一处刀疤 是我父亲砍的 她不是你姐姐 她没哪爸 行了 我们坐 她这儿真有一道疤 孩子 老家是哪儿的呀 我老家是济阳的 济阳的 那怎么跑到这儿要饭来了 是我姐让我来的 她说在东厂府能有书读 消息传得真够快的 可是 我来了十几天了 也不知道去哪儿读书 行 我给你找个地方 让你有书读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过呢 你得给我讲讲你姐姐的故事 好啊 不过呢 后来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地盘 我俩干脆就不回家了 就在外面要饭 那你姐姐呢 我姐姐 应该还在济阳 她本来是要跟我一起来的 但是 半路上遇到了我父亲 把他抓了回去 伯伯 您是不是当官的 您能不能救救我姐姐 行 孩子 我答应你 你呀 以后就在这儿跟他们一块儿念书 先生 先生 来 安陪这孩子啊 跟他们一块儿念书 好 老爷 来 跟我来吧 谢谢伯伯 老爷 新日制服到了 来得真快呀 不过正是师父 前古公爷下圣旨来了 你跟他说 就舍不着到啊 明白 然后你再回来 好嘞 老爷 这刘庸怎么回事 大白天的跑哪儿去了 前公公莫及 卑职 听说这刘大人 最善于微服私房 怕是此时 又去私房去了吧 他呀 早就官复原职了 还私房个屁呀 我看哪 指不定到哪儿找乐子去了 前公公 您久等了 可不久等了吗 人哪 前公公 真对不住你 我没找到我们家老爷 怎么着啊 让升职等着他是吗 还不找去 还不找去 谁这么大脾气呀 奴才参见我儿哥哥 哥哥吉祥 是 前公公公 这位就是新来的东昌之府啊 灰哥哥被指正事 没名字 奴才该死 被指杜伟 起来 不错 好名字 窦为 不是 有 什么 你 才最好 你 我 我 这 你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